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星巴克这次的第一季股价大跌 它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对手 最近几年一直是瑞幸 一杯咖啡瑞幸卖和台币大概40块钱 而星巴克是它两倍的价格 也就是说流血割喉价其实是双输的 那么龙头地位已经是瑞幸了 那么第一季财报星巴克大跌11% 营收利润双下滑 所以股价是大跌的幅度有16% 市值蒸发超过台币5000亿 而中国整个各种各样的品牌咖啡店数量 在去年比前年增加了58% 而瑞幸咖啡快速展店将近2万间 另外推出割喉价抢货 但是瑞幸的第一季财报 年营收年增四成 获利却大减20% 咖啡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民众的生活日常 各大城市街头随处可见或大或小的咖啡店 人手一杯更是稀松平常 就连年轻人口外移严重的农村 也不乏一些家庭式的咖啡屋 提供在地或者过往游人 一个偷得福生半日闲的舒适场所 各种以咖啡为主题的嘉年华或者庆典 在各个城市不断上演 根据世界咖啡门户最新报告显示 全中国目前有将近5万家咖啡店 数量上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 而且咖啡店的品牌不断增加 最主要两大品牌就是来自美国的星巴克 与中国本土瑞幸咖啡 其中瑞幸咖啡分店数量去年6月已经突破万家 超越星巴克 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 企业获利并没有随着分店数量增加而上升 星巴克第一季小赚近一成半 瑞幸的业绩更加由转型为规 根据最新公布的财报 星巴克第一季营收85.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2% 净利润更是下跌14.9% 尽管如此 星巴克还是有在赚钱 而瑞幸咖啡第一季却是大亏8317亿元人民币 与去年同期获利5.6亿元人民币相比 出现20.3%的负成长 之所以会亏钱与大陆咖啡市场的激烈竞争 各品牌大大流血价格战有关 就只喝9块9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学生党嘛 没有不是特别有钱 就是反正因为9块9已经怕把价格降到那个期了 感觉超过9块9就亏了 在我原理是只有性价比高的咖啡 而不是就一定要去每家店喝某种咖啡 包括瑞幸与库迪等中国品牌咖啡 去年中企陆续推出只要9块9人民币 也就是40多块台币的低价咖啡 同时快速展店全力抢供市场 光是今年第一季瑞幸就新开了2300间分店 消费者还观察到 瑞幸咖啡面对附近出现新的竞争者时 往往会推出更多种类的低价咖啡来习客 这种流血竞争虽然抢到了莱克量 并成功让瑞幸咖啡去年在中国的营业收入超越新巴克 今年第一季的营收也比去年同期大涨四成以上 但赔钱卖咖啡也让瑞幸后继无力 今年2月起逐渐缩减优惠 至于第一季营收与获利同步下跌的新巴克 一方面是欧美国家通过膨胀背景下 民众减少咖啡店的消费 另一个更关键的则是中国6800多家门市的第一季销售额 竟然出现高达11%的跌幅 中国市场表现严重拖累整体绩效 也让新巴克在美股周三大跌15.88% 股价创建两年以来新低 市值一夜蒸发超过5000亿台币 尽管如此 新巴克仍然强调没有意思参加中国市场的价格战 将维持目前售价高出瑞幸等中国品牌约一倍的情况 中国咖啡市场的消费者高达八成都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 分析认为整体来说主要客群在消费咖啡的数量上 并没有出现萎缩 但是从新巴克第一季在中国的铜电销售额下跌情况来看 市场确实出现一些变化 价格只要不离谱就好 太低跟太高都是不对的 我都第一审快或者高于100 200 这个重价格离谱其他都应该正常 新巴克是环境好 它比较有那种现代年轻人的那种感觉 大陆年轻人喝咖啡超过半数以上是为了提神 社交目的仅占了两成多 而在当前消费降级的普遍趋势下 要让年轻人愿意掏出更多钱来购买品味 恐怕得要有更多诱饮才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